来 我们一起羡慕 来 师父 感谢大家 谢谢这四小企鹅带来的舞蹈 再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四小天鹅 也送给咱们吕蒙老师 费心了 是 你看他叫得挺好的 是吧 也是获奖专业货 但是听说也有马师前提的时候 谁谁谁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子也马师前提过 他有吗 你让他自己来讲一讲 你让他来讲一讲怎么回事 我是第二次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 参加的日本名古屋的国际法流比赛 也是世界的一个A类赛事 因为当时集中训练弄伤了脚 但是也要硬着头皮去参加比赛 因为每一次的机遇都很重要 那结果就是喷上那种速冻的药 然后打上绷带 这个绷带一打上之后了 那个舞蹈鞋就小了 上台没两个动作 这个鞋的后跟就掉了 掉了之后 正好我特别投入的一个起跳的 一个技术技巧 就把这鞋直接甩出去了 那么在芭蕾舞的赛场上 这种服装上的失误 其实要比它技术上的失误 那个减的分数要更多 一开始是应该排前两三位的吧 但最后一落就落到了 倒数第二第三这个位置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这个 整个的比赛就失之交臂了 差别这么大 是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大家不都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正是有这些失败的经历 才能有最后 王尔纳的成功 我那一次的失利了以后 自己会 呈现信赖很多 就是对于 比赛的奖项啊 对于 自己要取得怎么样的成绩啊 可能 不会那么在意了 就是只要上台了 把每一个舞段呢 把每一个动作完成的好就行 金奖的那个分数线 我当时超过了两分 所以评委会决定说 把这个大奖 说给这个中国的孩子吧 这也是第一个中国的孩子 来拿这个奖 那当时我很幸福 第一时间我就给我母亲 打了电话 我说我金奖 银奖 铜奖 都没拿到 然后他还是那句话 哎呀孩子你还年轻啊 你别灰心啊 你还有机会 我说 妈我拿了一个大奖 我妈说这个大奖 是多大的奖啊 我说你不知道 我说你知道那个金奖啊 是金牌 银奖是银牌 铜奖啊 是那个铜牌 它们是三种颜色的 我说我拿了一个黑牌 我妈说 你被终身禁赛了 我们叫小桥 这块小小的小黑牌 因为这块奖牌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 我们的芭蕾王子 而且大家喜欢他是因为 他好像重现了 童话里的那种形象 我得问问嫂子 这个芭蕾王子在家 也是跟王子一样吗 他生活中就是一个 特别单纯的一个大男孩 没感觉他像王子 生活里 想法都很简单 王子来说说 你会对待媳妇 像对公主一样 那么般拥护吗 在生活当中比较木 其实不是 不是像舞台上那种王子 那其实王子的这个形象呢 可能也是观众 对于我早期舞台上的 那个形象的有认可 但是到了成熟的阶段以后 就感觉演这个王子啊 模式太单一 刻画这个王子不是我想在芭蕾舞台上展示的 也不是我对于芭蕾舞的一种追求 那么后来我就想尝试一些真正有血有肉的去塑造角色的这么一个状态 做出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式的芭蕾舞 哇 你看我们刚才在聊家里的事的时候 李萌的心思一直都铺在了芭蕾舞上 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把大部分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在了他的事业上 一定会影响到家庭的一些经营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妻子有一些亏欠吗 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生老大的时候呢 我在澳大利亚演出 这次可能赶不上 我说但是我尽量我会赶 我说因为团里那边合同已经签了 我说我不能不去演 6月10号产房就传喜讯了 那结果我其实当时是被洗浇家 就坐在那听着他的电话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回到家以后了孩子已经满月了 就是说你抱不孩子吧 我说孩子怎么抱啊 根本就不会 我说我不敢抱你先别给我 要不然我说你放点放点我这么看就行了 那么在三年后的一天又告诉我 他说你可能有老二了 我说那老婆你放心 这一次我一定不能像上次那样 我说我要加倍的补偿 我要加倍的偿还你 满心欢喜的这些话说的 在我嘴里说出来就算很甜的话了 之后到了预产期前 单位通知说国家大剧院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 因为领导亲自拨通他的电话 他说没事你让他去吧 我估计我这个状态啊 我能等到他回来 结果我是第一天早上到了以后了 经过了一天的排练 晚上睡得还很早 这累的已经不行了 第二天凌晨的四点 我听到电话响 我就接起来 我说那个咋的了 这么早打电话呀 我说我这排练已经很累了 他说很累了 我生完了